Hello各位,大家看到我身後這張這麼長的梳化 應該知道這裏不是我家,也不是平時我拍片的地方 我現在在哪裡呢?我現在距離香港也有一段路程的地方 這地方就是天津,今天是我第一天來到這裏 就是我一位好朋友,Kent Lam,林敬基指揮邀請 這個學院,朱利亞音樂院天津分校很好 幫我訂了一間很大很大的房間,很大很大的房間 很像商務酒店,但其實和大家心目中想 日本的商務酒店是很不同的,是有廚房,有很大的空間 主要是更新一下各位,這個星期我就會向這邊 如果你還未訂閱這個頻道,請你訂閱 如果你覺得這個頻道的影片是有用的 幫到你練琴,幫到你欣賞音樂的 亦都請你在comment那裏多點留言,多點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我會拍多點關於天津,關於朱利亞音樂院天津分校的一些片段 是給大家看的,慢安 各位,我現在來到天津,我身後的就是這個賓海國際機場 行李很快就拿到,但是後面就黑癢癢的 那Ken幫我叫了大陸的Uber 你看一些霧霧,多嚴重 一出機場都已經聞到一些塵的味道 各位,我來到酒店 現在的溫度大概是13度左右吧 十幾度吧 那我身後就是這樣 聽說今晚的霧霧情況都挺嚴重的 身後就是這間酒店 Ariva 嘩,這麼大個電視 這麼大張梳化 這裡都應該有五百多呎 嘩,還有兩間房間 這間,嘩 這個廁所來的 不過 嘩 嘩 這個是廁所 不好意思 嘩 原來洗衣機在這裡 所以就聽說呢 其他朱利亞的學院學生都是在這裡 暫時住著 這裡其實不是他們的宿舍 他們的宿舍是未建好的 所以就 其他人是暫時住在這裡 這裡是其中一間房 剛才走廊有很多間房 這個簡直是香港的示範單位 嘩 服務式住宅 很舒服的地板 房間也有個這麼大的電視 是 看看出門是什麼 現在這裡是十樓 還有一個巴桌位置 很危險